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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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带来的老祖宗到这里 我尽量的就是 来的能够 咬牙咬让他们解脱呀 你知道吗 你看我好像很轻松 跟你们开开玩笑 实际上我是努力努力 我是让你们放松了 让你们身体里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能出来 我们垫着脚尖 把它给它拖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有时候呢 大家也要原谅 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 给你们见面 给你们陪你们喝茶 有的人还要找师傅合影 我这时候 我那点力量 我自己知道 那力量又不多 就那一点点 还得干这么多事 效果如何 就看这个 哎 姻缘如果好 今天法会就很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连唱戏的都有规矩的 唱戏的 你们一扮上官公像 他就不跟人打招呼了 演戏的就是 他不是轻易的 谁都能扮演官公的 也不是谁都能扮演 那个钟魁的 演钟魁这个角色 就一扮上钟魁 他就是鬼王 哎 给你打招呼呢 给你打招呼你倒霉了 还有扮上官公也是这样的 官公那个官二爷脸那么长 还给你笑 对不对 不会的 扮上官公就做的 所以大家都敬而 特别恭敬 他一扮演上了 哪怕他是个演戏的角色 实际上也不一样的 还有那个就是什么 包公也是的 有时候一扮上官公了 马上台下就有那个鬼 就附体 喊冤啊 喊冤啊 包青天 包青天 我有冤 我有一个徒弟 就是他扮上包公之后 马上台下就有一个 被鬼附体就来的 喊冤 不是 不是说演戏啊 变真的了 他说我被害了 被埋在什么什么 打鼓场 第几个草垛下面 我被人害死了 结果之后 真的这个 这包公 然后这真的断案 真的是这样子呀 然后让人去 打鼓场那边 那个草堆一番 真有个尸体在下面 你看 所以这个有时候是 不要说一个法师来 穿上袈裟 这个 师傅 来 有的人给我拍照到帅了 还勾住我的肩 说的 太开玩笑了 简直 护法神看到会不会生气啊 你说我倒无所谓 我都原谅你了 但是天神会跟你说 会很生气的 你这小子 你啥 你不知道 好歹 有的人还说 那师傅 是我朋友 啥是你朋友 我是 对不对 是你朋友 是你哥出家 你也不能喊 是你朋友啊 我爸看我要给我磕头的呀 我角色也不是他儿子呀 这个道理要知道呀 是不是 你儿子出家了 你能喊 哎呀 儿子和尚 你能这样喊吗 不能的 也得喊师父 也得给他磕头 给他供养红包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佛陀的父亲 见到佛陀也是喊 世尊 世尊 喊他世尊 佛陀喊自己的爸爸 喊大王 他因为是皇帝嘛 大王 喊他大王 他喊他大王 他喊他世尊 你看 佛陀就是爸爸也要给世尊也行礼啊 哎 因为他三界中尊呢 带领众生出离轮回的呀 他是出家人啊 跟你儿子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出家的时候说离父母三败 以后再不能败的 因为你身份不一样了呀 哎 我们有时候这个社会上人就是 哪个方丈是我朋友 方丈很慈悲的 要度化你 你还不知道是高低 哎呀 哪方丈是你朋友说的 你还 你索性说哪个阎王是你朋友算了 小鬼都会看收拾不收拾你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个有的他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 所以我们出家人呢 实际上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很重 我们要天天要想着要世界和平 要塑造这个社会的和谐 要为这个世界要祈祷平安 为众生要祝福幸福 祝愿幸福 我们要收到强大的加持力 来平衡这个世界的灾难 所以佛门这里说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世界和平 这样 肩负着这么大的重任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那我们来到了这样子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生命也会 因此而不同啊 也会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至少 我们要去深思 要去思考 看到我们 大家要好好的去思考 那摩多巴如来那摩 那摩多巴如来那摩 要色水如来那摩 那摩多巴如来那摩 哪摩超胖如来那摩 光波世界如来那摩 一会被陆来那摩大加用 那么无量度 自在光明如来那摩大摩 上去摩大摩大摩赛如来那摩张 阿姆无量微得自在光明如来 阿姆无量微得自在光明如来 你像这尊佛陀名号 你记住 像我们佛弟子多备几尊佛的名号 每一尊佛都已经成佛了 他的名号 现在世间的人 你能在美国电子城硅谷 到那开个公司 能开发两个软件 不得了了觉得 实际上再多的一百个上市公司 一千个华为加一块 也不如一个佛号的功德力大 知道吧 这个多重要 你会备注一个 这不得了 你下次试试看 你到墓区里去 你到墓地里 你就念一个佛号好了 不得了啊 以前你坐到墓地里 你会害怕的 你会念佛号好了 到那里 越念就是胆子越大 越念就觉得越充实 你知道一句佛号 你能救多少多少多少众生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个 南无量微德 自在光明如来 对不对 社会上碰到我 如来佛是谁 也挺好的 如来也是佛 佛也是如来 南无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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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这个 不动佛星咒啊 可以超度我们过去杀身的 和自己堕胎的英灵 或许吃的肉啊 因为不动如来 是持戒 忍辱 不称 而成就的 所以他的功德 就会让众生 那个 报仇啊 愤恨的 这个平息掉 也恢复我们过去啊 我们因为无知 照做的罪业 也能净化我们的罪业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生命的 这些受害者 应该得到超度 Now NAMOANE NAMO NAMO NAMAN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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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车就有一天你会发现 哎呦 这个池塘变大海了吗 水是闲的了 是不是这样 你刚念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 你念到十万遍 念到做梦里都会念 特别你这个时候也不会做噩梦 如果你真的做噩梦 或者你有本事去地狱 那还了得了 你就变成地狱的那个猜前办了 你知道吧 你到哪一层地狱呢 噗梦说 马上地狱就没了 一朵莲花 多多莲花 全部都送到极乐世界去 那你还了得呀 是不是 这个人就是可以修成这样的呀 那你不会这个做 你就看到坟墓就害怕 对吧 你会这个做 你还了得了 坟墓就怕你了呀 那坟墓 你的光明面前的坟墓 都能穿透的 随便埋的什么 埋的什么 你就噩梦说 好嘞 那个坟墓打开了 就解脱了 别人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那个鬼神他看得见了 哇 你这个还了得了 到哪个坟墓地 你去念 噩梦说 噩阿弥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说 那一片墓地就开始超度掉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 你说 你要真会有这本事了 你说你要盖庙干嘛 除非有特殊的 对不对 你有特殊姻缘 实际上到处都是道场 处处都是道场 墓地 屠宰场 医院 都是我们的道场 所以多学点本事 好不好 下面 阿弥陀佛 大乐行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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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说我们这里面你有七个人 比如说给谁送往生 七个人去送往生 别人就羡慕死了 那殡仪馆里你家这个厅在这里念的阿弥陀佛 那厅就在那末哀三分钟 就听了隔壁在那阿弥陀佛 然后这边没人念 马上落差就出来了 念过的人这个人就红扑扑的脸 红扑扑的笑咪咪的 接引到极乐世界 没念的人 对不对 那化妆要做老半天也跨不过来 差别很大的 有信仰有佛名号 你看那个人的寿命的时候 只有几岁的时候 十岁 人那个时候人的 有的个子一眨长 我们现在再挨好嘞 我有时候看到我们现在小矮个 我说哎呦 再过几千年就能当皇帝啊 那时候你一米五还了得 别人都仰视你的 那时候的人个子就一米 然后有的就一尺或两尺 有的人个子就一眨 那个时候人啊 你家里什么 哦能拿出一粒稻子 哦这不得了的 你家里能拿出一根羊钉 那不得了的 当宝一样呀 那时候人类的 那就已经 请问那时候 还敢不敢来呀 不敢来了 谁敢来呀 那时候的人 几个月就结婚了 几个月就结婚了 然后几岁就死了 活到十岁的就长寿了算 多可怕 可怕不可怕 那时候如果这个人间 谁会念 南无阿弥陀佛 哇那还了得啊 南无阿弥陀佛 就不得了了 哎 那个时候你要到人间教 你说阿弥陀佛 学不会 四个字 阿弥陀佛 他就 啊 不会 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那时候人 就是没福报到这个地步 你相信不相信 你不相信 现在你去教识看 有的人就学不会的 你不是觉得 我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挺顺的呀 你有的人 你找个人 你说 你跟我念 阿弥陀佛 他学不会的 我就试导过 我就遇到过 我就知道 那未来世界 人只有几岁的时候 那真的是 但佛 以佛的神力 还让阿弥陀佛 佛号留在人间 接引众生 只要有一个人 会念阿弥陀佛 乃至有一个人 会念一个字 念阿 都给他一朵莲花 让他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 多有福报呀 我们现在 哎呀 一个一个都了不得呀 都长着一米五 一米六 一米七 然后 阿弥陀佛 随口就来 不了不得呀 我们在座的 真是有福报呀 再过一千年 你还敢来投胎吗 再过三千年 再过五千年 你还敢投胎吗 哎 所以现在赶快跑啊 到极乐世界 那时候看着娑婆 哎 电冲的足的 菩提心比较盛的 功德比较大的 还能够来娑婆世界 那时候还了得 你能来到这个世界 能度走一个众生 算你本事很大的了 你知道吧 我们现在你看 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一起 然后我们寺院 做的那个公众号 公众号 你们把它扫描下来 然后你们就推广 那个公众号好了 就是你们在度众生了 这个世界还是不错的呀 我有时候想想 哎呀 知道好吧 感谢了 要感恩了 现在我们这个人类 道德滑波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不用说一代看一代了 十年十年 所以什么九零后八零后 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 那个速度快的就是 你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珍惜呀 珍惜呀 现在我们还念这么好的咒 你知道这个你咒 我曾经在国外 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啊面包 那个鱼都在吃 我一念这个咒 那个鱼面包都不吃了 啪就撑下 安静下来了 好多地方 这个咒一念 马上就 这个 所以我这一念 实际上 你知道你们学会了没有 你知道有多大福报吗 哎 你们回去呀 这个每一个咒 都多多的念 多多的念 念到连去 做梦都会 那你了不得了 你就没事就溜达去吧 然后呢 到菜场里溜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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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鱼都跟着你走 真的会这样 他都佛法 一个会佛法的人 还了得 我这样讲 你们感受到了吧 有没有感受到 你生命原来如此 可以如此辉煌 真的 我老是透露给你们听 一边我们很谦卑 一边我们又 又觉得很自信 你知道吧 你别看着社会上 再有钱的 在我们眼里看 如果他没有信仰 都是很可怜的呀 所以你说 我们轻易 你说 你看我们建庙啊 干嘛 为什么不化缘 知道吧 因为佛法太宝贵了 这个社会 有一点惊艳的就知道 这世界只要是 钱能办到的 是大四还是小四 都是小四呀 但有的人 他倒死了还不明白 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信仰 纵使我们也没有读过多少书 我们也没有什么钱 我们也没有民意地位 但实际上 我们是不是世界上最福报的人 我这两天 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赢在了终点线上 对不对 我们能够念阿弥陀佛 能够去极乐世界的 那你还要跟这个世界 还要不要争 还要不要抢 不用抢 不用抢的 还要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不用的 但这个不能告诉他 知道吧 不能告诉他 你告诉他 我们只能够 我们自己只能够 还是谦卑 还是低调 秘密的 所以 那我们既然信了 真的要好好地学佛的 珍惜我们这个音乐 我们做佛的弟子 那还了得 我们是佛的弟子 你知道吗 玉皇大帝 看到我们 都要跟我们合掌的 都要随喜赞叹我们的 所以佛弟子 为什么不皈依天魔外道 包括天神 我们供天的时候 摘天的时候 念玉皇大帝 念大饭天 我们只是问讯就可以了 不用顶礼了 因为我们是佛的弟子 他也是佛的弟子 我们是师兄弟 知道吧 你看到师兄弟要磕头吗 不用的 合掌 问讯一下 阿弥陀佛 师兄好 是吧 所以你看寺庙里 把门的门位 都是四天王 知道吧 门位都是四天王 你想想看 这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 今天透露了很多秘密 给大家 听问你们今天带来的 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这没问题的 那算啥 对不对 对于文殊菩萨来 拿一个老头乐就行了 对不对 文殊菩萨手里拿的 是不是老头乐 老养趴趴吗 如意 那就好 回头就可以了 回头 是 对文殊菩萨 对杜众生很简单的 一句话也不错 拿一个老头乐 一笔画一下 就解脱了 像我呢 不行啊 讲这么多 你看 好 我们下面就 我们最后就开始要回向了 我随一切如来写 修行不显 愿满行 供养过去 出入来 记忆现在是放过 未来一切天人 一切意的结缘满 我愿不遂三十血 俗得陈旧大菩提 所有事放一切差 广大清净妙庄严 终会围绕出入来 洗在菩提树昂下 事放所有主众生 愿理悠患长安乐 获得深深深发力 灭出烦恼情无语 我为菩提修行 是一切去宗神书名 常得出家修行街 无沟无婆无串楼 天龙夜茶酒半途 也知人与人缘等 所有一切宗神 于西书银儿说法 请求清净薄若米 恨不忘事不提醒 灭出山沟无忧 一切妙心皆成就 与祖火也情莫尽 世间道中的解脱 犹如莲花不着水 一如日月不疏空 西出一切恶道苦 等于一切君神乐 如是今于茶尘节 知方离一横无尽 我常随顺俗众生 尽于未来一切皆 恨秀浮现光高兴 圆满无伤大不敌 所有与我同行者 与一切出同机会 身够一夜皆同等 一切心愿同修学 所有与我善知识 为我现实不见 长远与我同机会 与我长生欢喜心 圆上面见诸如来 寄诸佛自总围绕 与彼皆行光大功 尽未来皆无辟言 愿是书佛为妙法 光显一切菩提醒 究竟清净苦仙道 尽未来皆常修行 我与一切诸有种 所修复之恨无尽 定会方便寄解脱 我诸无尽功得早 一尘重有尘术茶 一茶有难思佛 以佛出众辉总 我见恨言不提醒 不尽释放朱茶海 以矛断三十海 花海尽云过土海 我便修仅仅皆海 一切如来于清净 一言举踪影深海 随处众生意乐饮 以留佛便在海 三十一切诸如来 与毕无尽于烟海 恨转离去妙法轮 我深知力不嫩辱 我能深入于未来 因一切结为一年 三十所有一切结为一年 即我介入 我一年见三十 所有一切人世子 一场如佛境界中 如幻解脱其未理 以矛断其未中 出现三十双烟茶 十方尘茶 如矛断 我心事如耳眼睛 所有未来朝事等 曾到转发无群有 旧情佛世事涅槃 我皆忘义而信尽 书记手便神通离 不门便如大臣离 实行不求功德离 为神不服达赐礼 连经庄严神不离 无作无意指挥离 定会方便为神离 不能唧唧菩提离 清净一切善业里 催灭一切烦恼里 相顾一切触摸离 愿满不现出心里 不能眼睛出差海 解脱一切不上海 善能分别触发海 能深深入赤灰海 不能清净树心海 圆满一切属愿海 清净供养树佛海 修心无卷尽皆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深菩提属心愿 我且供养愿满旧 我且供养愿满旧 已不现今无不提 一切如来犹葬子 比名好也不现尊 我尽会相处善根 愿祖师心喜同彼 愿身口遗恨心境 初心插土已复燃 如是知悔好不现 愿我与笔皆同等 我为边境不现今 文殊势力处大愿 满笔事也尽无语 未来季节恨无绝 我说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处功德 安住无量处心中 了他一切生痛 文殊势力勇猛之 不现归心已复燃 我尽会相处善根 随地一切长修觉 三世处佛所圣堂 如是最深处大愿 我尽会相处善根 为得不现处生境 愿我领域民众师 尽处一切处上爱 连见比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爱 我既往生毕过矣 闲前身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语 敌了一切众生结 毕佛总会现清静 我施与神连华生 情度如来无量光 闲前收我菩提及 蒙笔如来收记忆 华生无数百举子 实力光大便是方 不离一切众生结 乃自虚空时皆尽 众生即也烦恼尽 如是一切无尽 是我愿究竟恨目尽 实方所有无辩差 庄严重包拱如来 最先安乐是天人 请一切茶为圣洁 若人与此森燕王 一惊于耳等身心 求生不提心可养 活生功德国与笔 即长远离而知识 用力一切诸恶道 书间如来无量光 去此不见追圣远 此人散得神受命 此人散来生终生 此人不久当成就 如笔不显不撒心 忘记有无智慧力 所造即有无解 送此不显大愿望 一年苏季节消灭 足心总累及荣色 相好智慧现圆满 触摸外道不能醉 抗为三界所应供 足以菩提大树王 足以相付诸魔宗 承灯尊觉专霸伦 目离一切诸爱 若人与此不显言 独宗修自己愿说 活报为佛能证字 决定活生菩提道 若人存不显言 我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喜结缘 成就终生请敬远 我此不显书胜心 无边生不解回向 不愿成你诸宗生 无望无量光阔 我们就是 如果走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 你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 那个路有没有断 有没有崎岖不平 甚至路上会不会遇到蛇 遇到这些突发事件 但当你找到了火车站 高铁站了 你坐上高铁了 就一下心里面非常的踏实了 如果再换到那个高级的飞机场 飞机场坐到那个大大的飞机上面 非常的平稳 又感觉不一样了 连太平洋都能飞过去 稳稳的在上面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 世间人呢 没有信仰的人就像走在那个 破破烂烂的路上一样 学了佛之后就好像坐上高铁了 如果发了菩提心 如果能具有普贤菩萨的这个 那就像坐的大飞机一样 航天气 非常的平稳 世间的飞机是飞在云层里的 是飞在平流层 飞在还是飞在气流里 菩萨的这个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研究妇物质一样 菩萨的体性 金刚体性 就是比那个妇物质还要精妙 所以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他们所证得的 他们可以做到帮助我们 却不留痕迹 我们每一个都是佛菩萨度化在这里 你都没看到佛菩萨影子 就是这么神秘 神奇 所以普贤菩萨的这个体性 说世间的什么都坏了 但是这个它不会坏 普贤菩萨的这个功德体 功德力 当我们命中的时候 什么也坏了 身体也坏掉了 这个五根也都坏了 四大也分解了 但这个时候 我们的普贤菩萨的这个光明力 它就会现前 哪怕是贵为国王 你是国家罪那个的 什么医疗设施都你都可以调用 不计一切成本可以救你 但是那个命那个时候也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功德力 像佛弟子的这个功德力 我们念的普贤很远疲 你知道多宝贝吗 这里面佛陀亲自讲的 一精欲而能生性 求圣菩提心可养 所获功德过于比 就是你天上天福 标是人间的那点福 天上的无量的福 加一块 你能看到这个经 读到这个经 我们耳朵里听到这个经 若人诵此普贤愿 我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细结缘 成就众生清净愿 所以这里 我此普贤书甚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义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茶 所以今天所有解脱的 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历代祖先 历生父母 以及冤亲在主 今天来所有的解脱的 都是趁着佛菩萨 这个大乘之力 所以这是大乘法门 一颗都可以不漏的 就是这样 全部就置于解脱之地 置于极乐世界 所以我希望 我们在座的佛弟子 这一辈子 如果能发起菩提心 然后广集资粮 广集资粮 然后这一生 能够真正的体验到 我们所念的这几句话 你真正的生命理解到 体验到 那就可喜可贺了 那你这个人生不得了了 如果没体现到 这我信 我跟屁虫跟着 也可以 你们吃饭吃得那么香 对不对 不一定你们要去做 只要你来吃就可以 只要你来吃就可以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你像我们这一个寺院 我们这些出家人 要解脱多少众生 不是说你都能够来出家 但是能够来出家 你如果合格的话 也是很好的 对不对 我说合格的 出家这个要挑重担的 对不对 你至少能够 你说我能够帮忙 至少不帮倒忙 对吧 这些是底线 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出家 那我们是以在家而生 也要像模像样的 惭愧心 然后我们要更好了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互生协会 互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互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 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 结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互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艰辛的归途 在临近冬天的时候 牧民们总会驱赶着羊群 到山坡那里 进行最后一次放牧 当这里的草都枯萎后 那严冬便真的就到来了 这里的草 也开始渐渐枯萎发黄了 再过几天 等这里的草不能吃了 我们也该回去 准备过冬了 黑客 你是不是想家了呢 想我的弟弟阿吉了 今天早晨 阿吉打来电话说 他也很想你哦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想家了 再过几天 我们就回去 这时候 远处的牧羊犬 发出了一阵叫声 阿鹏急忙寻声看去 只见羊群 显得很纷乱 牧羊犬 正在驱赶他们 哎呀 看来 那只调皮的长脚羊 又准备带着他的伙伴乱跑 黑客 过去帮他们 玩玩那些羊毛 黑客听后叫了一声 然后飞快地朝着羊群那里跑去 然后 狂叫着 让羊群重新恢复平静 黑客 说着 阿鹏在小木屋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 惬意地看着三只牧羊犬 奉着羊群 远处的黑客 突然扭头 朝阿鹏那里看去 他面露惊恐地 看着阿鹏身后的山坡 大声狂叫着 并飞快地 朝小木屋这里跑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黑客这是怎么了 哎呀 不好 落石 说着 他急忙逃跑 可是 却一下子被绊倒 他重重地 摔倒在了地上 此时 山石一下子 突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倾泻而下的山石 将阿鹏和小木屋 一起掩埋了起来 黑客 不顾一切地跑来 围着那堆山石 发出 一阵阵哀叫 他知道 自己的主人阿鹏 已经永远地 被埋葬在这里了 怎么办 主人已经被埋在这里了 没有了主人 我们该怎么办啊 是啊 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 看管这些羊吗 主人原本打算 过几天 就带着我们和羊群回家的 现在 他回不去了 我们应该替他将这些羊 带回去 对对 你说的没错 阿吉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嗯 主人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把羊群 平安地带回家的 伙计们 我们出发了 天色 很快便暗淡了下来 为了赶路 牧羊犬 驱赶着羊群 趁着月色 还有一些微光 继续往前行 然而 羊群 却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不走了 哎呀 好像领头的老山羊 发现了什么 哦 我们快过去看看 哎呀 牧羊犬 难道这一群羊 只有这几只狗在管理 不管怎样 我们已经饿很久了 今天我们可要美美地吃一顿啊 你们这些家伙 给我闪开 哎呀 这个家伙还挺凶啊 那又怎样 再强大的牧羊犬 我也不怕 牧羊犬 永远只能充当人类的助手 没有人类和猎枪 再厉害的牧羊犬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没错 只有人类才能识破我们的计谋 没有人类 我们可不会怕这些狗的 没错 我们按计划进行 说着 他们三个交换了一个眼色 然后两只恶狼朝一旁跑去 而留下来的一只 则朝黑客扑了过去 你这只可恶的狼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嘿 哎呀 快跑 你还想跑 今天你跑不了了 不用担心 我们也来帮你 就在三只狗追赶恶狼的时候 突然从羊群里传来一阵惨架 这时候 整个羊群一片骚乱 黑客大惊 他快速停住了追赶的脚步 急忙扭头查看 只见两只恶狼 各刁着一只羊羔 从羊群里跑了出来 不好 我们中了狼的轨迹 我们快回去 天啊 可恶的狼 竟然咬走了我们的羊 让羊群染成血腥 是我们牧羊犬最大的耻辱 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小心 可不能再让狼袭击我们的羊群了 是啊 那些狼实在太狡猾了 我们可有小心点啊 没错 我们得快点赶路 到了村子里就安全了 然而没有牧羊人的缺赶 这些羊格外的贪吃 在路上只要遇到青草 更会让它们流连难舍 吃个不停 快点走 你们这些家伙不要贪吃了 要是狼再回来 可就糟糕了 哎呀 不好 狼群 狼群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们三个可不是狼群的对手 那里有一个山谷 我们赶快将羊群赶到山谷那里 只要我们能守住谷口 它们就不能伤害到这些羊了 对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只要能熬到天亮就行了 嗯 我们赶紧把它们赶到那里去吧 就在牧羊犬 把羊群快赶进山谷里时 有六只狼追赶了上来 原来那三只恶狼竟然把同伴给带来了 它们准备在沿东到来之前储备食物 不好 狼群来了 赶快进山谷 果然有好多羊啊 我们不但能饱餐一顿 还能留下一些 等到寒冬到来时吃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这群羊 只有这三只牧羊犬看管 没有人类 更没有猎枪 好了 我已经等不及要大吃一顿了 它飞快地朝着羊群扑了过去 其他的狼也飞快地朝羊群扑去 羊群顿时乱成一团 几只羊惊恐地从羊群里跑了出来 其中一只一下子被恶狼咬住喉咙 不好 我们的羊又被咬死了 别管那只羊了 先保住其他的羊 赶快让它们进山谷 你们不要乱 别掉队 赶快进山谷 它指挥着羊群朝山谷里走去 而黑客则和另一只牧羊犬 对抗着扑过来的恶狼 然而 狼群的数量远远多于牧羊犬 它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恶狼对羊群的侵略 当整个羊群进入山谷后 已经有几只羊被狼群咬死 你们已经咬死了那么多只羊 你们还想干什么 羊对我们来说越多越好 要知道 能遇到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可是机会难得呀 寒冬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也需要储备足够的食物过冬啊 现在这个季节 死羊也不会腐烂变质 这些羊足够我们无忧无虑的渡过这个寒冬 对这些羊是我们的了 你们想活命的话就散开 否则我们连你们一起吃掉 休想 有我们在 你们就别想再伤害一只羊 少跟他们废话 我们直接攻过去就好了 可恶的家伙 你们休想得逞 你们俩守住骨口 不能轻举妄动 黑客扑过去和恶狼撕打在了一起 他有猛击灵 一口便咬住了恶狼的后背 然后一口撕下了一大块皮肉 恶狼当下惨叫一声 黑客趁机又扑过去 一口咬伤他的脚 让他又大叫一声 倒地不起 这个家伙还挺厉害呀 这下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按计划进行 三只狼一起朝着黑客扑去 黑客哪里是三只恶狼的对手 很快 他便被恶狼咬得遍体鳞伤 不好 黑客有危险 我们得过去帮忙 对 他根本不是那些狼的对手 不要过来 小心他们的诡计 黑客 你伤得不轻啊 怎么样了 要不要紧啊 没事的 我们就守在这里 只要我们一直坚守着 他们就没有办法 狼群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强攻 都被击退 于是狡猾的狼群停止了进攻 他们开始和牧羊犬对峙起来 他们在等待时机 那五只狼显得很放松的样子 他们在骨口处悠闲地趴着 像是在休息一样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啊 怎么突然不进攻了 这帮家伙 不知道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 我们可要小心才行 那五只狼饿了就去吃那几只死羊 吃完后便又回来 在骨口不远处趴着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啊 不好 他们这是在和我们耗 等我们饿了 没有力气了 他们就会发起攻击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和他们 一直耗在这里吧 那样的话 我们会吃亏的 是啊 时间拖得越久 我们就越危险 你们俩 一定要守住这个骨口 我要赶快去报信 没有人类的帮助 我们根本没办法 剁得过这些狼 黑客 可是你身上的伤那么重 如果他们攻击你 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追赶我的话 我就趁机 将他们引开 那时候 你们就赶快带着羊群走 嗯 现在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 黑客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不好 那只狗要跑了 它这是 想去给人类报信 我们要快追上它 不行 万一它这是用诡计 小门也开怎么办 但如果它 找来人类怎么办 你们俩赶快追上去 一定要阻止它 我们就守在这里 我倒倒看看 他们能坚持多久 我哥哥阿鹏 应该快回来了吧 这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阵 抓挠门的声音 阿吉一愣 他推开门 一眼看到了 身上沾满血污 一只前腿被咬伤的黑客 黑客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 你这是要我跟你走吗 黑客点了点头 然后目光 然后目光朝屋子里挂着的猎枪看去 阿吉顺着黑客的眼神 也朝猎枪看去 他走过去 抓起猎枪 跟着黑客 朝山谷跑去 山谷方向 传来了几声枪响 两只牧羊犬 驱赶着羊群 阿吉 紧紧地抱着黑客 一起朝村子里返回 黑客 谢谢你把羊犬平安带回来 也不枉费哥哥的辛苦 和牺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